我知道的,雖然你們不停在說 單身好東西 單身萬歲 我們很喜歡單身 但其實你們內心深處在想 為何他不喜歡我 我要怎麼做才能追求他 不用哭得那麼壞 今天郭Sir我快來教大家幾招拍拖技巧 男女都用得而且厲害科學 因為是心理學 相信大家都看過不少 那些有關戀愛的心理學技巧 說就說教大家幾招 但我自己研究之後就發現 這些技巧很得…理論上 實際上又好像不太得… 比如說,有一條戀愛的心理學技巧 是這樣說的 研究表明 有個人剛剛認識的時候 住吸引人的地方 不是外貌,不是性格 也不是經濟條件以下 單身,聖女孩 沒錯,單身是最吸引人的 那不是對的嗎? 如果你去聯誼的時候 見到一個很漂亮的小姐姐 兩個人相談甚歡 然後各自歸家的時候 你問她 待會你男朋友接你嗎? 她會你 我也沒有男朋友 聽到這句話 你也不約她吃宵夜 你是不是男人? 安娜,你原本只是想做她的朋友 現在你想到要做她的老公了 所以透露自己單身 有利於獲取他人關心 想一想 但其實我想像了一下 若果在現實生活當中 真的這樣做 好像有點變態 你好 你好 我單身了 我單身了27年了 我有朋友在那裡等我 我先去那裡找他們 我們稍後再談 再見 再見 比如說有一條戀愛的心理學效應 叫曝光效應 即使你看到一條小姐的次數 越來越多 你就越來越覺得這條小姐有吸引力 翻譯成語就叫做 生情,只要你不斷在對方面前出現 對方就會覺得你很吸引 真的這樣 原則上來說 但若果在現實生活當中真的這樣做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想報警 你好,嘴嘴,這麼巧 你好,這麼巧 嘴嘴,我們又見面了 這支火為什麼你要上 我來旁停 嘴嘴,我可以坐在這裡嗎 我吃飽了,你慢慢吧 神經病的這個人,他跟蹤我 又比如說 變色龍效應 變色龍效應指的是 大家可容易被一些行為 跟他們比較相似的人所吸引 所以若果你們去模仿 喜歡的人的身體語言和行為模式 是可以增加他對你的好感的 理論上 但實際上你這樣做 結果只有一個就是被人打獲金 Yummy,你看,這條皮膚非常好笑 看看,真的非常好笑 走吧,Yummy 我們一起去吃飯飯吧 我又要一起吃飯飯 死變態龍,我都忍了你很久 兩位先走 不要擔誤飯點 吃多一點,兩位這麼瘦 我有時間去做 吃飯飯,吃飯飯 打到你變屎 還有,還有一條很搞笑的 就是做自己 我就是因為做自己 所以無法追求女兒 才來學這些戀愛的心理學技巧 然後你跟我說 為了追求女兒 你要堅持做自己 那很明顯,問題不是出自我身上 問題很明顯應該就是 為什麼還沒人懂得欣賞我 為什麼? 很多戀愛的心理學技巧 看上去好得 好像很多電影和電視劇都這樣演 但為什麼? 阿奇去用,就整個變態佬 很簡單 對,我是懂得說純正粵語 因為在戀愛中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心理學現象 叫做配對假設 意思就是 兩個人,他們的魅力越大 就越容易互相吸引 再簡單點理解就是 英俊一般搭美女 愛者一般搭配街人 說真的,做自己是對的 但是不是做一個很醜的自己 是做一個值得被人喜歡的自己 你們喜歡的人 肯定是天仙下環,光芒四射 那你問問自己 你又鮮不鮮?你又射不射? 嬌嬌,你平時看到喜歡的人發朋友圈 會不會點贊? 會呀 那你喜歡月姐一二? 喜歡呀,所有的都是點贊的 那你們呢? 你們喜歡我們嗎? 不如點贊告訴我們